你在做裝置的時候 會有一些阿伯在問我說 我要怎麼讓我家前面也更漂亮 所以這次我就遇到了幾個阿伯在那邊 就是他們開始在清掃式的環境 我覺得一個作品如果能夠做到 能夠讓引起周邊的人 能夠有這樣子的共鳴 我覺得它可以讓藝術這件事情擴展更大 在三維窗機裡面 我試著去把這個窗戶的樣子 把它三維化 所以變成像是一個3D立體的花窗 把它放置在一個珠寶店的門口 這個珠寶店其實它有非常多鑲嵌的一個技術 像是一個一個切很多小小的碎片 把它鑲在這個小小的花窗上面 就跟這個店家有一個呼應的關係 當作品它被抽離了美術館 或是比較安全的空間 進到戶外的場域裡面的時候 必須要跟日常生活中的場景 有一些融合的關係 可能要顧及到 會不會有安全性的問題 會不會有氣候上的問題 會不會有人的一些光感的一些問題 作品都會在這些 元素裡面去找到一個比較共融的一個交集 那才去產生這個作品 我想 這個是作品脫離美術館空間 它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處境 這次的作品其實我都設置在一個 不會特地去看到的一個小角落 就可以讓民眾在經過這些有趣的小角落 它可以發現生活中有些細文的變化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作品才有存在它 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地方 那我覺得這裡才是呼應到 街頭美術館這個概念 讓大家在走在這個中正路上 海岸路上的時候 可以好好去享受 每一個角落發生的小小美好的片段